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新婚当晚,老公带女人在我昏床纠缠,她毫无歉意,还抓住我连山似耳光,一顿毒打后,我连夜逃回娘家,可不料刚进门,看到眼前一幕,却让我脊背发凉,当场吓傻。 暧昧的声音从卧室内传来,我站在门外瞪大了双眼,透过眉眼视门缝往里看,是一地凌乱。 结婚当天,发现老公出轨,在我们婚房的床上。 我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勾搂着腰。 她看起来一百七十左右,长相憨厚,身材敦实,脸上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十分有涵养。 没人介绍她是个大学教授。 我当时就有些自卑,一番了解下来,我除了工资比她高之外,并没有什么和她匹配的地方。 还因为紧张,闹出了不少笑话,回到家之后,父母问我怎么样,我也实话实说,她应该没看上我。 没想到过几天,没人就过来说,她想和我结婚,还愿意给我十八万八的彩礼。 我一下子有些不真切的感觉,不知道她看上了我什么。 妈妈当时看着老公照片,还有些疑惑,她模样周正,学历也高,怎么会现在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 不会是有什么病吧? 爸爸抽完嘴巴里最后那口烟,立马反驳了妈妈臭娘们懂个屁,男人都是先立业再成家,人家一个大学教授图尼尔一个保姆什么吗? 我看她面相就是个老实的,一看就很会过日子。 爸爸一锤定音,妈妈扯着我的衣袖,不敢反驳。 就这样,爸爸收了十八万八彩礼之后,把我嫁了过去。 婚礼当天,我忙上忙下,老公就和他的朋友们聊天吃饭。 到了晚上,这个爸爸口里的老实人就和别人的女人在我的婚床上纠缠。 我捂住了嘴巴,他们头顶上那盏明亮的白赤灯的光,猛地刺进了我的瞳孔,照得我六神无主,连眼神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 啪! 老公的巴掌落在我的脸上,火辣辣地疼,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了现实。 出来的时候,老公衣衫不整,因为是跑的缘故,肚子上的肥肉还在一颤一颤地泛起波澜。 他皱起眉头,脸上的肉挤成一块,表情看起来很扭曲。 我捂住红肿的脸颊,愣愣地看着老公,心中慢慢地燃起一蹴火,我有些愤怒。 他自己出轨在先,却平白无故打我,难道是因为今天结婚,我家里人没有一个人来,他觉得我好欺负吗? 他狭小的眼睛眯起,和他往日和蔼的形象完全不一样,眼神阴狠又毒辣,像毒蛇一样。 我脸色惨白,刚刚那儿醋火消失得无影无踪,我怯弱地向他求饶。 他没有理会我的求饶,又是狠狠地一巴掌朝我脸上打去。 我被猛地一下打得摔到了地上,一刹间两眼发黑,脑袋嗡嗡作响。 明亮的白赤灯被他的身躯挡住了,我能看到的只有他那张阴质的脸。 我害怕得浑身站立,我应该要站起来马上跑开的,可是我的腿跟灌了牵一样。 我瘫软在地上,手支撑着自己往后爬了几步。 我神情惶恐地看着他,拼命摇头。 谁能来救救我? 他上前几步,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 头皮密密麻麻针扎般地痛,我的眼泪不受控制地一滴滴落下,眼看第四个耳光就要落在我的脸上。 我发出尖利的惨叫。 救命! 昏床上另一个主人公阻止了这次暴力行为。 他伸手握住了那只要对我实施暴行的手。 在看到老公脸上阴郁的表情后,他快速地收回了手,身体轻微抖了一下。 他拿微微颤抖的手指着老公,额头渗出几滴冷汗,不做了就结账。 别人都是按小时收费,我可是按次数算钱的。 一共两千一百。 微信还是支付宝,你扫我吧。 老公眼神直勾勾地盯着他,表情似笑非笑。 看得我背脊一寒,那个女人却还直着腰背,拿着收款码对着老公。 两久,老公给他付了款。 他拢了拢身上的长风衣,抬脚从我身边迈了过去。 到门口的时候,他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他在帮我。 我猛地一下推开老公,跑到门口。 天上悬着一轮圆月。 我和那个女人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窗壳贴贴在我肾血的嘴角上, 拍了拍我肩膀姑娘,早点离婚吧。 然后拍了拍自己,食人不清的代价是很惨烈的。 我点了点头,在女人走后,我颤抖地拿出手机, 给老公发了条短信,我们离婚吧。 没有收到回复。 我一定要离婚,我还不想死。 冷静下来,想想今天发生的事情。 可是越想,脑子越乱成了一锅粥。 我想不明白为什么老公会看上我, 为什么答应和我结婚之后在新婚业这天出轨, 为什么明明我什么都没有干, 却被他莫名其妙扇了两巴掌。 我咬紧牙关,捂着自己的嘴巴,努力不哭出声。 一边平复自己的心情,一边往父母家走去。 我站在父母家门口,攥紧了手心。 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 我因为在新婚业当天发现老公出轨, 然后被他打一顿跑回家, 所以我现在要和老公离婚。 可是他们会帮我吗? 他们今天连我的婚礼都没有参加, 理由是儿子今天休假要照顾他, 但是我也是他们的家人, 况且弟弟娶老婆买房的首付, 有我彩礼的一部分。 算了,不想了。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 等待开门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股凉气顺着背脊冲上了我的头顶。 开门的那一瞬间, 我瞳孔紧缩, 脸色煞白。 老公在餐桌前和爸爸聊天, 看起来和乐融融。 老公看见了我, 他走过来掐住我的手腕, 把我拉到沙发上坐下, 他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不给我逃走的机会挨, 我因为高兴多喝了两杯。 盼地扶我去休息的时候, 不小心伴了他一下, 害他摔了。 这一下就惹他生气了, 衣服都没穿, 几件就跑回来了。 大晚上的害得我怪担心的, 我猜他肯定回家了。 这才登门拜访, 带他回家。 我浑身站立, 我脸上的伤他竟然 就这么轻描淡写地盖过去了。 不过, 父母应该不信的吧? 我抬起头, 小心翼翼地看着父母的表情。 爸爸看都没看我, 毫不在意地摆了摆手, 这孩子被我们家从小浇灌长大的, 平时一点磕磕碰碰, 都委屈得不得了。 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你带他回去吧。 听到爸爸这话, 我连呼吸都急促了起来, 明明他们还在说话, 可是我却几乎什么都听不清, 心脏砰砰直跳, 快从我的嗓子眼跳出来了。 我抱着最后一丝希望, 看向了妈妈。 妈妈低着头, 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我指节握得发白, 挥开了老公搭在我肩膀上的手, 声音颤抖, 笑声捏如到我不回去, 我要和你离婚。 我低着头, 不敢看老公的表情, 即使是这样, 老公喉咙里发出阴策策的笑声, 还是让我不寒而栗。 而后他看向爸爸, 今天确实我做得不对, 如果叛递执意要离婚的话, 我也没意见。 就是彩礼, 他话还没有说话, 弟弟从房间跑了出来, 他脸上蕴着一层薄木, 他站在我面前, 挡住了我眼前的光, 食指直直地指着我。 就一点小事犯得着离婚吗? 你别这么矫情好吗? 我被他这话刺了一下, 我脸上这么明显的痕迹, 我的亲弟弟竟然说是小事, 就为了那十八万八的彩礼钱。 弟弟坐到了老公旁边, 搂住老公肩膀, 一副哥俩好的样子姐夫, 我姐这都是说的气话,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我就静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着他们, 突然想起那一年高考前一天, 那是一个下雨天。 弟弟非要三公里外一个玩具店的奥特曼, 家里有伞, 可弟弟不给我, 他让我淋雨跑过去买, 爸爸让我快点买回来, 然后做饭。 因为淋了雨, 导致我高考那天发了高烧, 所以高考发挥失利。 我说我想复读的时候, 弟弟的嘲讽, 爸爸的冷漠, 妈妈的低头。 今天一如往日, 可刚才爸爸在老公面前说, 我是被他们浇灌长大的, 我任性, 浇纵, 因为一点小事就要离婚。 太可笑了, 泪水蓄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手早就把裤子扯得皱皱巴巴。 我手指蜷缩, 胸膛翻滚着愤怒, 看着身边的老公, 愤怒中还加着一丝恐惧。 我早该知道的, 我不是他们的家人, 我是局外人。 那今天就不打扰了, 我就先带着叛递回去了。 完了, 我想, 老公一把拽住了我的手, 拉着我往门口走去, 老公脚步一顿。 原来是妈妈挡在了门口。 妈妈勾搂着身体, 朝老公连连弯腰, 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天已经很晚了, 不如让叛递今天在家休息吧。 还没有等老公开口, 弟弟先一步拉开了妈妈, 打开了门, 他都结婚了, 还住家里算什么。 弟弟伸手把我推了出去, 差点害得我摔倒, 他站在门口, 别为了一点小事就回家, 姐夫不嫌你丢人, 我还嫌了。 门在我面前重重关上。 回到家中, 我时刻保持警惕, 但是老公并没有继续殴打我。 我常舒了一口气, 接下来几天, 我与老公也算是相安无事。 我猜想他也许又出轨了, 但我不敢质问, 甚至隐隐感觉庆幸, 因为这样就不会挨打了。 我为自己产生这样的想法, 而感到深深的悲哀,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 雇主给我开的新婚假期 已经结束了。 雇主是一个女记者, 为人十分富有正义感, 曾经为了解救被骗到 传销组织的受害者, 孤身一个人去传销组织 卧底了半年。 不知道他在里面经历了什么,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的脸上右眼到嘴角 有很长的一条疤, 他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他的勋章。 因为脸上有疤, 他从一线记者的位置退了下来。 现在在一家小报社 当民生板块的主编, 但是他现在还是时不时去 暗中采访, 所以他还是称自己为记者。 我到雇主家的时候, 他正在书房工作。 我敲了敲书房的门, 喊他出来吃早餐, 他这才从满是文件资料的 办公桌抬起头来。 他看上去很疲惫, 眼底有明显的黑眼圈, 可眼神却很亮。 无论什么时候, 他的眼神看着都十分坚定。 他站起来时, 身体有些摇晃, 我连忙过去扶住他, 他对我笑了一下, 可算来了。 你不在的时候, 家里都乱了很多, 要辛苦你了。 可能是他又熬夜了, 我摇了摇头, 这是我应该做的。 他脚步一顿, 注意到我脸上的伤你的脸, 怎么回事啊。 我一正, 今天出门的时候, 我照镜子的时候, 脸上的痕迹已经淡了很多, 没想到雇主眼睛这么尖, 但是我父母都不帮我, 又有谁可以帮我呢? 跟雇主说, 又有什么用呢? 没什么大事, 前几天不小心摔的。 雇主见我这样, 也不再多余, 吃完饭之后, 他继续回书房工作。 没多久他叫我进去, 帮他整理一下资料, 全是女性因为家庭情感受害的案例, 我看着一个个血淋淋案例, 心情沉重了起来。 你觉得这些女性受伤害是自己的问题吗? 我看着资料上女孩们自自弃血的经历, 又回想起自己的遭遇, 心中有某个地方开始出现细细的裂痕, 我摇了摇头应该, 不是的。 也许他们当时能再懂事一点, 能再忍让一点, 或许就不会发生这些惨剧了。 真的不会了吗?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手指着分类出来的案例, 这个女孩被男友骗了五十万, 最后惨遭抛弃, 最后自杀。 是因为他们家重男轻女, 她从小就得不到爱, 所以才会被男朋友轻而易举用爱控制住, 为了这个爱献上一切。 如果她能自己爱自己, 不去依托别人的话, 就更好了了, 这样就不会被骗了。 这个妈妈被她老公家暴数十年, 被她老公打断了一条腿。 她不是不跑, 她是怕她儿子因为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在学校被欺负。 如果她能为了自己, 早点离婚的话, 也能轻松很多。 这个妈妈因为拒绝帮老公偿还赌债, 最后被老公捅死。 我捏皱手心的资料指她之前已经帮助老公很多了。 我看着这个新闻上关于新娘子黑白的婚纱照, 心中满是酸楚, 她就自私了一会, 要是她早点学会拒绝, 跑得远远的, 也许就不会, 雇主走过来, 递给我一张纸一直以来, 女人一直被扣上各种标签, 只有符合这类标签的女人才是世人口中的好女人, 比如三从四德, 贤良淑德。 但凡有女性想要挣脱这个社会带给她们的枷锁, 就会背上不守妇道的骂名。 可是一直以来, 好女人们得到了什么? 历史书上没有她们的姓名, 就连贞洁牌坊上留下的还是她们的老公的姓。 雇主微微一笑, 她问我知道历史上有哪些坏女人。 我点了点头, 迟疑地开口吕后, 赵姬? 雇主看着我这些坏女人, 她们的手腕野心不输任何一个男人, 可是那些男人们害怕她们的能力, 所以在史书上抹黑她们的事迹, 让她们背上千古骂名。 史书上唯一留下美名的女子, 是是写下了禁锢无数女人的女德的班招。 人一生就活这么一次, 何必去当别人口中的好女人? 一个女孩独立自主, 随心所欲, 快乐地活一辈子才是最重要的。 毕竟能帮自己的只有自己, 爱别人钱要先爱自己。 能帮自己的只有自己, 我反复咀嚼这句话。 突然间, 有什么从我的内心抽条发芽? 给雇主做完晚饭后, 我鼓起勇气和雇主说, 以后的工资, 可以打到另一张卡上吗? 这些年, 我打工的钱全部给父母了, 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早就还清了, 我不会再帮他们了。 雇主点了点头, 临走之前, 递给我一个黑色袋子, 这是针孔摄像头, 我们小区最近总是近小偷, 我为了安全装了一个。 还多了一个? 你在家里也装上一个吧, 防患于未然吗?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 回到家之后, 老公还没有回来, 我就按照说明书把摄像头安装在客厅。 打扫完完卫生后, 我听见了门锁开的声音。 我透过房间的猫眼往外一看, 我瞳孔猛缩, 老公不是一个人回来的, 他还带着一个披头散发 垂着头昏迷不醒的女孩子。 我害怕极了, 立刻缩了回来, 不敢发出声音, 也不敢再往外看一眼。 可是那个女生的模样却浮现在我眼前, 她露出来的半张脸, 看起来刚成年。 我不敢细想她会遭到什么样的对待, 看她熟练的样子, 一定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情了。 那个女孩, 那些女孩, 往后该怎么办? 我在原地待至良久, 终于咬牙, 抓住门把手, 用力往下一压, 似乎这样就能给我自己带来勇气。 我在老公带着那个女孩进房间之前, 扯住了她衣服的袖子。 老公恶狠狠地瞪着我, 眼底略过一丝狠毒, 我竭力地控制从心里溢出来的恐惧, 声音颤抖着开口她, 这个女孩和之前我咽了口口水之前的女人看起来不一样, 紧张与恐惧让我几乎没有办法开口。 你不能, 这样做, 这是犯法的。 但是我已经不想再做以前那个懦弱的自己了。 如果你坚持这样做的话, 我拿出了手机, 我会报警的。 她放下怀里那个女生, 快步地朝我走过来。 我心中的警报器瞬间响了起来, 我想要逃回侧卧的房间。 她面色阴郁, 把我的手上的手机摔个稀巴烂, 然后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我痛得蜷缩起身体, 发出绝望嘶哑的求救声。 就在这一刻我突然后悔了, 眼泪夺眶而出, 我哭着喊着说我错了, 可她完全不理会, 拽着我的头发把我在地上拖, 我因为害怕地发抖的双腿, 无助地乱蹬。 她就这样轻易把我拖到墙边, 拽着头发用力地往墙上砸, 一下又一下。 我被她打得头脑发晕, 眼前一片漆黑。 我意识到我做了一个愚蠢的决定, 我连自己都保护不好, 我又拿什么去保护别人呢? 可是后悔吗? 我是不后悔的。 在挣扎的过程中, 我的眼中渐渐浮现出一个女孩的背影, 在父母的偏心下变得自卑懦弱, 她一直都在努力地做一个好女儿, 好姐姐, 试图来换取父母多一点点的助益, 她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复读, 心甘情愿地把工资交给父母, 心甘情愿地用自己换取的彩礼给弟弟买房, 她以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可是为什么无论她再怎么努力, 在父母眼里也比不上那个不学无数的弟弟? 只是因为性别而已。 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 这个女孩原来是我自己。 我脑中又浮现出那些女孩们的控诉, 我不想再做一个好女儿, 好姐姐了, 我只想做我自己。 我不再需要别人的爱了, 我能自己爱自己。 我能自己就自己, 我能就别人。 我毫无反手之力, 我能感受到后脑渐渐粘腻湿润, 连沉重的身躯都变得逐渐轻飘飘起来, 但意识始终清醒。 她口中说着辱骂我的话臭婊子, 老子娶你回来就是伺候老子的, 跟挑死鱼一样, 让人没胃口就算了, 还敢三番两次来坏老子的好事。 三番两次, 我突然想到那天婚礼上, 老公频频挑向的那个女孩, 因为喝醉酒我给她父母打电话, 叫他们提前来接她。 我看她的表情, 我确认是我坏了她的好事。 她脸上的表情扭曲而又癫狂, 看起来像个十足的恶魔, 我一口咬住了她踹我的腿。 我咬得很用力, 血腥味从她的裤脚蔓延了出来。 就在我们的争执中, 值钱昏睡的女孩悠悠转醒, 她看到这个场景尖叫了一声, 她面色惶恐, 微微整理了下衣服, 就想过来帮我。 我看她这个模样, 不知道从哪里迸发出一股勇气, 我抱住了老公的双腿。 快跑啊! 老公一脚把我踢到了墙上。 好痛! 从五脏六腑蔓延出来的痛。 痛得我呼吸一口, 都感觉肺里全是针在渣。 我脸色苍白, 张嘴吐了口血, 昏厥了过去。 可是看着女孩跑出门口的身影, 我想, 是值得的。 一睁眼是昨天那个女孩, 她看见我醒了, 连忙给我递了一杯, 谢谢你啊姐姐。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 看她毫发无伤的样子, 心里松了一口气, 不用谢, 但是我怎么会在医院呀? 我之前不是, 女孩挠了挠头, 脸上涌上一丝愧疚之情, 我跑出去之后, 就报了警。 还打了120, 到的时候, 真金逃跑到一半, 被警察抓回去了。 你倒在地上流了好多血, 我做完笔录后, 就在这里等你醒来。 幸好你没事, 不然我会愧疚一辈子的。 她又拍了拍自己的嘴巴, 呸呸呸, 姐姐你人这么好, 才不会有事呢。 我被她这可爱模样逗笑, 她看到我脸上的笑容, 紧绷的表情终于缓和了。 女孩握住了我的手, 眼神真挚姐姐我说真的, 我真的很感谢你。 真金她平时很会装的, 昨天晚上, 她和我说毕业论文的事情, 我觉得她不是坏人, 所以我想都没想就过去了, 所以才毫无顾忌地喝下了她 递给我的一杯水, 然后就晕倒了。 要不是姐姐你的话, 我早就进监狱了。 啊? 许是见到我疑惑的表情, 女孩解释道, 如果真的被她得逞了, 我才不会忍气吞声, 我会拿刀砍死她的。 女孩捶了捶腿, 神情懊恼道, 如果有什么证据就好了, 这个傻逼男现在狡辩, 害得我没办法告他强奸未遂。 真金她怎么狡辩的? 一路上难道一个摄像头都没有吗? 她和警察说, 一开始就是我去她家找她, 然后过去的时候我喝多了, 然后往她身上扑, 她扶我, 所以衣服上才有她的指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血液检测里真的有酒精, 真的是气死我了。 那个店里没有摄像头, 也没有几个客人, 没人能作证。 再加上, 她没有对我有什么肢体接触, 到店之后, 我晕过去, 也不知道她走的哪一条路。 女孩愤愤不平她这个畜生, 竟然还反咬我一口, 说是我不检点, 为了毕业主动勾引她, 被她拒绝后恼羞成怒报警。 如果有证据就好了, 我不仅要让她坐牢, 还要让她名誉尽尸, 这个狗男人看起来很熟练的样子, 还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生。 我沉默了一会你是女生, 你告她强奸未遂, 你就不怕别人哪一样的眼光看你吗? 女孩无所谓地扯了扯嘴角, 我管别人干什么, 我才不在乎了。 听见女孩的话, 我的心中有些震动, 我暗暗做了一个决定。 我笑了笑, 也不是没有证据。 女孩瞪大眼睛, 看向我真的吗, 姐姐? 我摸了摸她的头, 当然是真的, 不过你要先把我的手机拿过来。 我要向我的雇主请个假。 讲完之后, 我突然想起, 我的手机已经被摔得稀巴烂了。 女孩递给我一个崭新的手机姐姐, 是因为我手机才被摔烂的吧, 所以我给你买了一个新的。 我刚要拒绝, 她把手机塞到我的手心里, 别拒绝骂姐姐, 你先联系你的雇主吧, 我把你的电话卡已经放进去了。 我感激地对她笑了笑, 然后打开了手机, 给雇主发了一条解释的短信。 雇主很快回了消息, 给我放了一天假。 这个时候, 弟弟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我朝女孩示意了一下, 然后接通了电话。 她的声音吊儿郎当你这个月的工资 怎么还没有打进来? 我说她平时都不找我, 怎么现在突然找我? 原来是我把工资卡更变之后, 她没钱用了。 怎么会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我已经嫁人了, 你忘记了吗? 我都结婚了, 为什么还要往家里打钱? 别人会怎么看我们家, 到时候丢人的还不是我们家。 弟弟可能也没有想到, 我会突然这样攻击他, 一时之间被我噎得说不出话来。 爸妈养你这么大, 想到从小到大父母对我和弟弟的区别对待, 我像是被一盆水迎面浇透, 心情瞬间跌到谷底, 我冷笑一声。 我打断了弟弟是爸妈是养你比较辛苦, 从小到大有每一餐都有我爱吃的菜吗? 我想要的东西父母有给我买过吗? 我每个月季节都有新的衣服吗? 我能很明确地告诉你没有, 他们养我才不辛苦。 从小到大家里的家务事都是我和妈妈在做, 我从十二岁开始就去外面打暑假工。 每一年穿的都是亲戚不要的就衣服, 我还没有零花钱。 十八岁之后我端盘子, 发传单什么没做过。 今年我二十五岁, 我一分钱存款都没有, 全部给了你们。 我早就不欠你们什么了。 另外,我要和真金离婚了, 那十八万八的彩礼, 你快点退给她。 你不退的话, 你就自己嫁给她, 反正你女朋友不是说没有房子不结婚, 刚好真金有房子, 都不需要你买了。 讲完这些后, 我干净利落地挂掉了电话。 旁边的女孩看呆了, 在我讲完后给我鼓掌。 我还没有来得及和女孩讲证据的事情, 下一秒, 爸爸的电话打了进来。 他不由分说, 上来就是一通披头盖脸的训斥 你怎么和你弟弟说话的。 我告诉你, 才离我不会退, 婚你也别想离, 夫妻之间床头吵架床尾合, 总因为一点小事就提离婚像什么样子。 然后我挂掉电话, 转而给爸爸打了一个视频电话。 或许是他觉得我挂掉了他的电话, 损伤他的面子, 他也挂掉我的电话, 我又继续打, 直到他接为止。 他不耐烦的模样出现在屏幕上, 我平静地说我被打成这样, 你也觉得是小事吗? 视频把我的惨状照得清清楚楚, 爸爸愣住了, 他眼睛眨了几下, 看起来有些心虚, 可仍是嘴硬地说生死之外无大事。 听他的话, 我还有什么不懂的呢? 纵然知道爸爸重男轻女, 可我没想到在他眼里, 我存在的意义就只是为弟弟挣一份彩礼, 而在这之后, 我誓死誓活, 他都完全不在意。 我把电话挂断, 也挂断了我和他们最后的情分。 我无比懊悔以前的伏地魔行为, 他们就像一只只吸血虫, 吸血不够, 还要把我的每一寸蹄肉都吃干抹净。 我带着女孩赶回老公家中, 我看到摄像头完好无损的时候, 松了一口气。 我看着这间看起来宽敞明亮的婚房, 墙上贴的大红喜字还没来得及接掉, 喜字下边还残留着昨天真金 对我施暴时残留的血迹, 忽然间感觉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我取出摄像头里的储存卡, 女孩拿出随身携带的电脑复制了过去。 女孩现在的脸上是清纯明媚的笑, 但是如果我昨天没有救下她, 她会是怎么样呢? 再看看我身上的这一身伤, 我意识到我一定不能这么轻易地放过真金, 我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一个计划, 只是让她坐牢还不够, 我要让她身败名裂。 我握住女孩的手, 和她说出了我的想法, 我有一个计划, 能够让这个畜生得到应有的惩罚, 你能帮助我吗? 女孩朝我眨了眨眼, 逼了个OK。 计划的第一步, 就是先和真金这个人渣离婚。 我和女孩赶过去的时候, 正好在警察局门口碰到刚被问完话出来的真金, 不知道为什么她看起来还是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 好像拿定了我们不能把她怎么样。 老公眼神阴智地盯着我们, 眼中的恶意如野草般迅速生长。 女孩下意识站在我的前面, 也恶狠狠地盯了回去。 我扯住了女孩的衣袖, 把她拉到了我的身后, 我站在真金的对面, 拿出了那张储存卡, 你猜这是什么? 你之前之所以能那么嚣张, 不就是觉得没有证据吗? 但是你说, 怎么会这样巧? 刚好那天我安装好了摄像头。 老公瞳孔紧缩, 开始焦躁起来。 我继续说你现在还不至于会失去你的工作, 但是如果这个视频放到网络上呢? 我看见她眼球布满血丝, 我看见她捏起的拳头, 她急了。 我站得笔直, 和她四目相对。 上次和她对视的时候, 是昨天晚上。 我被她打得倒在地上, 我用祈求求饶的眼神和她对视。 那时候我仰望她, 她俯视我。 我比她矮一些, 此刻我还是仰视她的。 但是我看见她急躁的模样, 不知道为什么感觉我们两个的关系逆转了。 我笑了一下, 你现在是想打我吗? 可是现在是在警察局门口哦。 她声音沙哑, 我能感受到她的急迫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吐了口气, 我和要你离婚, 离婚之后, 我会把这张储存卡给你。 我保证我不会把这个视频发到网上。 我在心里冷哼一声, 别人我可不保证。 她兵了我良久, 可能还是害怕失去自己的体面身份,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同意离婚。 成功离婚之后, 我让她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强奸未遂因为证据不足, 她最终还是被放了出来。 她试图找我, 但是我把父母弟弟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直接搬到了雇主家里, 她根本找不到我。 这几天, 我和雇主商量了扫黄打飞主题的采访。 在雇主的帮助下, 我找到真金常去的不法场所, 在多天蹲守的情况下, 我终于等到了真金, 我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 随着警察一起到的, 还有雇主的直播相机。 真金一片凌乱抱头下蹲的样子, 被雇主的相机没有一丝, 遗漏地记录了下来。 她脸上满是慌张, 那么多警察盯着她, 哪怕脸皮再厚的人也会感觉得紧张, 她也不例外。 因为紧张, 我看见她身上的肥肉一抖一抖。 她脸色惨白, 额头上渗出密密麻麻的汗, 甚至在警察的逼问下, 一股黄色的液体从她腿间滑落。 太丢人了, 我要是她的话恨不得一头撞死。 现在狼狈的她和当初那个恐怖暴力的她重叠在一起, 我突然意识到她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人渣。 如果我在第一次被她打的时候就反抗她, 她或许不会像后面那样嚣张。 除了真金之外, 我还看见了当初那个女人, 是我结婚当天前夫出轨的对象。 她也蹲在地上, 但是表情前所未有的轻松。 隔着漫满人海她看见了我, 她眉眼弯弯对着我说了句, 谢谢。 我有些不明所以,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拿起手机一看, 一段高校教授家暴, 还遇强奸学生的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后来的一切就异常顺利了。 我的老公, 现在应该说是前夫了, 因为丑闻和舆论压力被开除后, 失去了这份工资又高又体面的工作。 然后那个女孩拿着证据再次告她强奸, 后续还有很多之前的学生受害者一起声援了她。 真金在进局子之前, 听说因为网络上那段视频被正义之势打了一顿, 进派出所当天, 腿还是瘸的, 但这一切都是她应得的。 她现在过得很不好, 我高兴地喝酒庆祝, 现在我还有一件最想要做的事情要做。 判定这个名字压在我身上二十几年, 今天我终于要甩掉这个包袱了。 拿着手上崭新的身份证, 照片上的我嘴角微微扬起, 再也没有过去低眉顺眼的样子。 这时我才发现, 原来我长得很好看。 过了一段时间后, 被我拉黑的妈妈用另一个电话联系上了我。 她和我说我的吸血狂魔弟弟不知怎么染上了毒瘾, 每日沉迷于网络赌博, 本来要和她结婚的女朋友也因此和她分手了。 可她对此似乎并不在意, 仍旧我行我素, 没钱了就去爸爸那儿偷, 和爸爸起了争执的时候推了爸爸一把。 爸爸老了, 这一下就让她小腿骨折, 后半生都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了。 我对这一切并非喜闻乐见, 在这样的家庭出生, 从一开始就给我的人生蒙上了阴影。 我爸爸对我不好, 可他从小到大偏爱的弟弟却不务正业, 甚至不笑, 这都是他的报应。 我有些心疼妈妈, 再怎么样, 她是这个家唯一爱过我的人。 爸爸残疾后似乎心气并没有改变, 他还是以前那个蛮不讲理的暴躁老头。 我到医院的时候, 他还在大喊大叫, 指手画脚的指挥妈妈做这做那。 真是好大的威风。 妈妈也有些不受其扰, 她看到我过来, 把我拉到门外去。 她端向着我的脸, 心疼地问我, 你最近还好吗? 我能感觉到经历这么多事情后, 我已经很平静。 我看着她的眼睛我很好, 你呢? 妈妈摇了摇头, 给我递过来一张卡, 我再也受不了这个糟老头子了。 这个是你的彩礼钱, 在你那晚回去之后, 我帮你弄出的。 我就要走了, 这个钱给你以后好好过日子。 她看着我, 眼神温柔地不得了, 妈妈希望你以后能幸福。 我没有接受那张卡, 我把里面的钱大半给了妈妈, 让她能好好生活, 剩下的用作找个护工照顾爸爸。 这算是我最后的孝心, 往后我和这个男人就没有半分关系, 我也绝不会赡养他的晚年。 因果轮回, 报应不爽。 我最感谢的就是雇主, 是他让我知道, 原来我的人生可以过得不一样。 他对我说, 你知道吗? 其实你很漂亮, 但漂亮只是你众多优点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 从来没有人这样夸奖过我。 我想, 哪怕是为了不辜负他, 以后我也一定要过得更好。 后来我攒了些钱, 考上了成年大学。 毕业之后, 也在雇主手下当起了记者。 今天我的采访对象是老公的出轨对象。 我从主编那里得知了他的故事, 主动说要来采访他。 看到他的时候, 我主动向他打招呼, 自我介绍道你好, 我叫陈希, 是今天采访你的记者。 今天我在这家安静的咖啡店, 听他诉说他的经历, 他今天一袭红色吊带裙, 手中的热咖啡, 阴晕了他的眼眸。 他说他从乡下长大, 和老公青梅竹马。 两个人一起来到大城市打工, 然后老公出轨了。 为了摆脱他, 老公听从情人的建议, 把他卖到了那个场所。 他没有身份证, 没有手机, 没有钱, 被人殴打, 被逼着接客, 跑也跑不掉, 这样行尸走肉斑的过了好多年。 他拍了拍自己识人不清的代价, 是很惨烈的。 现在的他, 眼睛明亮得不得了, 似乎一点也没有为过去难过以前每次难过的时候, 我总会觉得窗外在下雨。 那雨一下就下了很多年。 但是现在再看, 雨早就停了, 只是我的心还在下雨。 现在的我, 拥有告别过去的勇气, 我明天就要离开这座城市了。 我会回到家乡去开一家早餐店。 我已经很久没回过家了, 我很想念我的父母。 我的家乡有山有水, 那里很美。 有空的话, 你也来看看吧, 我请你吃饭。 我对上了他的眼睛, 点了点头。 我们两个相识一笑, 大家都在奔赴更好的明天。 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下一个故事。 父母把我当提款机, 还威胁我的婚姻, 我霸气反击, 让他们一分都得不到。 十八岁之前, 我很少回亲生父母家, 基本都和爷爷奶奶 还有大伯一起生活。 大伯年轻时候出了车祸, 一生未娶, 所以我才一岁的时候 就过继给了大伯。 但是我的爸妈并不难过, 因为他们喜欢男孩, 而且第三年, 他们就有了我弟弟。 在我十八岁那年, 大伯因病离世, 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家。 十几年的生疏, 导致我在家里总是各种被嫌弃, 父母在经济上 更是从来没有给过我一分钱。 大学时候, 我曾经谈过一个男朋友, 还带了回家。 即便对方是学生会主席, 可是当他说到自己来自农村, 家境不好的时候, 我爸妈的脸瞬间变成了一面冰山。 那是我第一次分手, 也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什么叫现实。 为了讨好父母, 刚工作半年, 我就省持俭用给父母 还有弟弟买了当时最新的苹果手机。 随着我工作经验的积累, 收入也水涨船高, 然而我以为的孝顺换来的 却是他们的变本加厉。 甚至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首付一半是我出的, 月宫也是我来承担。 我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希望他们可以把我当作家人, 包括认可我的婚姻。 然而, 我还是想多了。 男友诗行是个国企职员, 父母分别是老师和公务员, 家庭谈不上多有钱, 但是也算得上小康。 我和诗行是在朋友聚会上认识的, 他比我大一岁, 因为有着相同的兴趣, 所以很快我们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交往的第二年, 我就把他带去见了我的父母。 第一次见面, 爸妈表现得很客气, 对诗行也赞赏有加。 正当我以为他们能同意我们的婚事时, 我妈却对我说, 婷婷, 你现在还小, 谈恋爱, 可以, 但是别急着结婚。 可是我都见过诗行父母了, 他们也对我很满意, 还希望我们可以尽快结婚。 日久见人心, 爸妈也是为了你好, 过两年再说吧。 我明年就要三十了呀。 我说出了自己最担忧的事, 然而他们却以现在人结婚, 都晚为理由搪塞了过去。 后来我才知道, 他们百般的阻挠只是为了从我这里拿到更多的钱。 因为如果我结婚了, 向我拿钱就变得愈发困难。 在他们眼里, 我只是一个提款机, 只能说我讨人喜欢, 诗行的父母一心认准了我这个未来儿媳妇, 生怕被人抢走, 所以第二年春节刚过, 便带着诗行上我家来提亲。 我爸妈着实也是吃了一惊, 但是也没道理拒绝, 便礼貌地接待了。 亲家, 我们确实很喜欢婷婷, 想着孩子们也都到了成家的年龄, 你看是不是可以先定下来了? 哎呦, 我这女儿娇生惯养, 就怕不懂礼数, 以后为难了诗行这孩子。 我妈客套地回应着, 绝对不会, 您放心, 我们给他们买了一套房, 婚后小两口自己住, 我们不参合, 只要他们尽快让我们抱上孙子孙女就行。 说完诗行的母亲笑了笑, 我爸妈也陪着笑了起来, 或许是听到对方给我和诗行买了一套房, 所以我爸妈也不好意思拒绝。 至于彩礼, 我们这里都是八万, 二位有没有意见呢? 亲家, 是这样, 我们老陈家也就这一个宝贝女儿, 家里亲戚也多, 我不想他们七嘴八舌, 您看十五万可以吗? 我妈礼貌性地在座争取, 我试图给她识眼色, 可是她却装作没看到, 我爸也只是陪着笑脸。 没问题, 婷婷我们认准了, 彩礼亲家说, 多少就多少。 诗行的爸爸非常干脆地拍板决定。 就这样, 双方定下了订婚的日子, 我也算赶在三十周岁之前把自己给交出去了。 婷婷, 你弟弟小凯也准备订婚了, 你这个做姐姐的是不是也该表示一下? 诗行的父母前脚刚走, 我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商量。 我和我弟从小除了春节才会见面, 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感情, 但是我妈既然开口了, 我还是顺着她的意思表个态。 我到时候给个大红包吧。 你这个做姐姐的, 红包大那是自然的, 我的意思是小凯还没攒够钱买房, 你总得帮衬一下吧。 听完我妈的话, 我脑袋像是被重重敲了一下。 什么意思? 难道要我给她买套房子? 我转头看了看我弟和我爸, 一个低头玩手机, 一个低头喝茶。 妈, 你不会想让我给陈陆凯买套房吧? 就算我有心, 也办不到啊。 你这话说的, 你怎么办不到? 我妈脸色变得严肃起来。 刚才诗行爸妈说, 给你全款买了房, 你和诗行就不用买房了, 你工资高, 帮衬弟弟也是应该的。 我爸也发话了, 爸, 这和工资高没关系, 他结婚当然是他自己买房, 你也说我只是帮衬, 最多到时候我送他一套家电。 陈陆凯抬头看了我一眼, 不懈地笑了一声, 又继续挽起了手机。 陈陆婷, 你要是这样说, 你这婚也不要结了, 你马上和他们说我不同意。 我不敢置信地看着我妈, 用婚姻来要挟我, 就是想让我给他们的宝贝儿子买套房, 我低下头, 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 行了, 婷婷, 这样吧, 你就给小凯出个首付和装修, 贷款他自己还行了吧。 我爸递来纸巾, 用这样的方式安慰我。 别演戏了, 当初这套房, 你们也是用这种方式骗我出钱, 这次我不会再帮忙。 我推开我爸的手, 斩钉截铁地回应着, 现在他们住的这套房, 就是先说让我全款买, 再降低条件, 让我出一半首付, 我同意了, 结果他们又逼着我还越攻。 真是气死我了, 早知道当初就不该生下你。 我妈直接一巴掌盖在我脸上。 我笑了, 原来小时候大伯没有和我开玩笑, 我妈就是不要我才过继给大伯的。 陈陆凯也笑了, 他就像看着笑话一样看着我。 看来我不属于这里, 我回房间整理了些自己的衣服, 准备离开。 你走, 你只要赶走, 我保证你结不了婚。 这是我离开家时, 我妈留给我的话。 我以为只是气话, 然而他是认真的。 订婚的日子很快到了, 我爸妈还是来了。 不过他们是来给我难堪的。 离开家之后, 我自己租了一套房子。 在这段期间, 我也和施航说了爸妈想让我给弟弟买房的事, 他和他的父母也通过气。 虽然他们依旧认可我, 支持我, 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订婚宴上, 施航主动把十五万现金用红布包着递给了我妈。 我妈笑着接过了钱, 不过表情里尽显尴尬。 亲家, 这下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婚宴咱们一起办还是分开办? 施航的母亲率先开口了。 这个都可以, 只是, 只是, 我妈回头看了看我爸, 我爸尴尬地搓了搓手, 低头夹起了菜。 只是什么? 亲家有话直说, 听到施航母亲的话, 我妈点了点头, 为难地开口了。 礼金要加到三十万。 施航爸妈互相对看了一眼, 露出了不悦。 他们知道, 我爸妈逼我给陈陆凯买房的事, 现在我妈这一要求, 明显就是要把买房的钱算在彩礼之中, 分摊到他们头上。 说好的十五万, 现在直接翻倍, 是不是有点过了? 施航的爸爸在单位里也是一名处级干部, 说话不怒自威。 我爸赶紧拿起酒杯想要和施航爸爸碰杯, 却被拒绝了。 我妈更是找了一堆理由, 又是亲戚看不起, 又是舍不得我这个宝贝女儿, 夸张的是明明没有泪, 也要假装拿起纸巾擦眼角。 亲家, 这样吧, 这彩礼我先收下, 剩下的, 就等结婚当天, 你们收到红包, 再补也行。 我妈说着就准备带着我把他们离开。 叔叔阿姨, 你们愿意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吗? 我看了看施航爸妈, 又看了看施航, 继续说道, 我爸妈养我也不容易, 但施航我也是嫁定了, 这剩下的彩礼我自己补上, 到时候让你风风光光地娶我。 施航和他爸妈准备说些什么, 被我示意停下。 我爸妈看着我, 以为我想通了, 正高兴地点头。 我也继续配合着, 叔叔阿姨, 彩礼你们先收回去, 三个月后一起给。 说着, 我从我妈手里把钱拿了回来。 我爸妈的脸色一下子绿了, 但是又不敢说什么, 还只能陪着笑脸。 你们在想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我不仅让你们一分钱都耗不到, 还要收回我给你们的一切。 回家后, 没等我妈开口, 我先主动开口了。 妈, 我想过了, 对于给小凯买房, 我有更好的办法。 我爸和我弟也双眼放光地看着我, 期待我答应他们买房的要求。 我有个朋友在拍卖行工作, 前两天, 他才介绍我一套法院拍卖的房子, 我给你们看看。 说着我打开电脑, 调出了网页。 这么便宜, 不会是假的吧? 我妈看了一眼, 就发出了疑惑。 我问清楚了, 这个是法院没收的房子, 产证齐全, 因为限购, 外加这种信息知道的人不多, 所以才便宜。 他们又仔细看了看, 我能从他们眼中看到惊喜。 不得不说这套法拍房, 确实很实惠, 地段好, 面积大, 比同小区售价便宜了百分之二十。 只要先缴纳保证金, 保证金只要三十万, 成交后, 虽然要一次性付款, 但是可以贷款。 我顿了顿继续说道, 结婚后, 我可以让施航仙 借我一笔钱, 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故意说地为他们着想, 我爸妈明显心动了。 我觉得可行, 我刚查了一下, 确实比同小区, 同户型地 便宜了三十多万臣陆凯, 兴奋地和我爸妈说着。 有你这傻子神助攻, 我也不必再费口舌了, 我爸妈肯定会答应。 可是保证金要先拿三十万, 我和你爸, 我爸妈看向了我, 我早就料到了。 你们看, 我余额就剩下三万了, 奖金还没发, 这个月的月工马上又要交了我打开了手机银行, 给他们看。 我爸妈明显在犹豫, 我继续说, 这可是让小凯最轻松买房的方法了, 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我觉得也是, 爸妈, 你们与其想要多拿十五万彩礼, 还不如这便宜下来的三十万, 再说, 你们不是也存了几十万的钱吗? 陈陆凯这傻子表现得够着急的, 我妈还来不及阻止, 她就把我爸妈存款的底牌都报了出来。 我妈尴尬地看了我一眼, 当初买这套房的时候, 就死活和我说首付款不够, 其实都是骗我的。 不过我也不在乎了, 我连忙打圆场, 对呀, 先帮小凯房子买了, 她不就能结婚了? 说不定我们姐弟还能同一天结婚呢? 我觉得也行, 有婷婷的彩礼, 加上后面月工再帮着小凯, 没啥大问题。 我爸顺着我的话也劝说着我妈。 我知道我妈心里还是有些顾虑, 但是这个情况下, 她还是答应了。 隔天, 我带着爸妈他们到了朋友的拍卖行, 详细地了解一下, 他们的疑虑也打消了。 接着我通知了诗行和他父母, 这一次我爸妈为了立马拿到十五万的彩礼, 态度也是彻底转变。 就这样, 当天我从我妈那拿到了户口本, 和诗行顺利地领了证。 十五万换来的证, 很贵, 但是也值了。 拍卖会当天很顺利, 没人竞争, 陈陈陆凯以底价顺利拿下了这套房子。 不过十五个工作日内必须付清全款, 所以我让朋友帮忙, 带着陈陆凯提前办理好了贷款。 一切尘埃落定, 我决定不再管他们的事。 过了交月工的时间, 银行打来电话催, 我妈着急地给我打电话。 哎呀, 我忘了说, 诗行把钱都拿去投资了, 我们现在暂时没有钱了, 要不您先用彩礼的钱拿去还一下月工吧。 陈陆婷, 你耍我是吧? 彩礼的十五万要给小凯装修的, 你现在说没钱, 那这两套房的月工怎么办? 我妈在电话那头估计气地想把我撕成两半。 现在知道难受了, 谁叫你们当初那么贪心? 那就没办法了, 要不你们就把房子卖了, 补贴陈陆凯吧。 陈陆婷, 我不管, 你必须负责, 你要不解决, 你的婚礼我们不会给你办。 我压根就没打算让你们来参加婚礼, 我都和诗行说好了, 我们选择旅游婚礼。 最后, 我提醒你们一句, 还不起月工, 房子会被强制收回的哟。 挂了电话, 我心情无比畅快, 因为他们还得来求我。 陈陆婷, 算你恨, 当初居然在我们这套房产证上写上自己名字。 还没一天, 我妈又打来了电话。 跟你学的, 留一手吗? 再说, 首付款我出了一半, 月工都是我还, 怎么说, 也该有我一份吧。 你, 婷婷, 你先回来, 我们好商量, 爸妈也不要你还月工了, 我爸抢过了电话, 换了一副讨好的嘴脸。 不就是房产证上有我的名字, 所以他们单方面是卖不掉, 必须我同意。 回去就算了, 直接去中介吧, 但是提前说好, 我得找律师办公证, 房子卖了, 扣除贷款, 剩下的部分我要一半。 你, 不同意就算了, 等着被收回去拍卖吧, 就算如此, 我还是能分走一半的钱。 我的态度强硬, 不想给他们任何商量的机会。 这次又换成了陈陆凯说话, 陈璐婷, 玩音的是吧,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我外面关系多, 一定找人弄死你。 陈陆凯, 就你这智商, 还想弄死我, 我公共是公安部门的处长, 就你那些狐朋狗友, 你最好没有参与调娼等违法事情, 不然一查一个准。 还有没有问题? 没有就中介见。 挂断电话, 带上老公, 拍婚纱去。 半个月后, 爸妈为了尽快帮陈陆凯还贷款, 不得已降价卖吊住的房子, 我也没意见。 签字, 拿钱, 走人, 一气呵成。 这些钱, 足够我们欧洲十国旅行婚礼的, 完美。 出发的那天, 我听说陈陆凯的女友和她吹了。 一方面是因为女方不希望公婆一起住, 一方面是我爸妈不同意对方要求十五万的礼金。 天道轮回, 从我身上要走的, 都回到了陈陆凯身上。 你说何必呢? 祝陈凯身上。